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逃婚 对啊 我又不喜欢人家 干吗要跟他成亲 哪像你 你说什么 本来就是嘛 你又没见过那个什么韩芸汐 为什么要娶她 谁说一定要见了面才能成亲呢 别人我不管 你现在是连你自己的婚姻都要牺牲吗 身不由己啊 那你的幸福呢 你逃婚 你师父没有生气啊 谁说没有 那个死老头 现在到处派人追杀我了 哥 你一定要收留我 你以为你师父不知道你在我这儿 我知道啊 可是他绝对不会派人追杀到你这儿来的 你师父不会 有一个人却会 哥 你别吓我好不好 你来得正好 晚上去帮我办件事吧 什么事啊 我可也真是 凭什么他不来 这种事情让我 以殿下的身份 怎么能进入这种烟花之地呢 他不行 你总可以吧 也有很多人知道属下的身份 行事起来也是极为不变的 况且这种地方 属下在这方面 也毫无经验 你没经验那我就有经验了 公子别谦虚了 好得也是逃过婚的人了 也算是过来人了 你怎么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那花魁要真是凶手的话 我会不会有什么危险 这点公子放心 只要你能确定他身上的伤痕 借机脱身 我们即刻派兵 包围万叶阁 那花魁叫什么来着 玉泽 哦 玉泽 哎呀公子 进来玩嘛 去玩一下嘛 走啊 走啦 好好好 去玩一下 你懂了我的 我去玩一下 我去玩一下 我来玩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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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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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看好万叶阁每一个出口 书下明白 公子啊 您今天呀真是好运气 我们家雨泽姑娘呀 答应招待公子了 还算他实相 小玉 小玉 快带公子呀 去我们雨泽姑娘的房间 妈妈 您真的确定 雨泽姑娘要接待公子吗 原来我也觉得这希望不大 哪想到 我们家雨泽姑娘 居然这么爽快就答应了 看来公子您哪 跟我们家雨泽姑娘就是有缘 来 快带公子去呀 快去快去 公子请 走 好好玩 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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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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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人 时候不早了 我们早点安寝吧 公子可喜欢我 喜欢 怎么会不喜欢呢 你就是我的心肝肉 不然我怎么会花那么多钱 就为了跟你一度春宵呢 是不是 那 公子可有妻房 没有 没有 公子我这么玉树林风 风华正茂的 怎么会那么早就娶妻呢 是不是 别啰嗦了 我们走吧 公子 你还没有瞧过奴家的样貌呢 好好好 先瞧样貌 你一定生得极美 娘娘 怎么是你啊 好你个唐离 大婚之刃居然敢逃婚 让我在全天下人面前丢尽了脸 你现在还有胆子来青楼了 我告诉你 我今天就让你和你的小情人 同归于尽 让你在黄泉路上好友个伴 你 宁静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在办正事 你别胡闹 你办正事 你解他一尽就是办正事 你别无力取闹啊 我先把他带走 雨泽逃走了 喂 你就那么喜欢他 还要追出去 你放手 我不放 我看你还敢不敢出去 再喝花酒 你胡闹什么呀 好好的计划全被你给毁了 刚才那个雨泽 是陷害我哥的凶手 别跑 追 殿下 宇泽朝独蚊谷方向逃走了 楚大人正带人追击 王妃娘娘也去了 哥 你 喂 天下 人呢 属下带人一路追踪到这儿 眼看他跑进谷中 但是 里面毒门太多 属下不敢轻举王动 所以已经派人 将山谷出口 团团围住 芸汐 你可有办法进谷 进是可以进 可是 这么多人 什么意思 我有趋蚊的解药 一个时辰之内不会中毒 可是我只有两颗 殿下 也给我一颗嘛 我也想陪师兄一起进去 好将功赎罪 那不行 为什么 因为我要陪殿下进去 我一个人去就可以了 那不行 你俩倒是挺默契啊 万一那个雨泽有什么其他毒药 你又不懂毒 我跟着进去比较保险 殿下 属下觉得 王妃说得有道理 那女人擅长用毒 而王妃擅长解毒 所以如果她陪在您神色的话 我们也会放心一些 那芸汐陪我一起进口 殿下 殿下 还愣着干什么 跟上 还愣着干什么 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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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呢还是别做无谓的抵抗了 我劝你还是乖乖束手就擒吧 还能少吃点骨头 我们秦王殿下一旦出手 可是不会怜香惜玉的哟 我就看他有什么本事 又是这招 殿下也别怕 上次你受伤那都是因为我不在 我来 殿下 殿下 我来说 我来说 这招呼 我来说 你是不是有什么本事 我来说 这是我来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这都进去这么久了 怎么还不出来 以我哥的身手 抓一个雨泽还不是手到擒来 一定是出事了 不行 我得继续看看 唐少爷 心机也没有用啊 殿下吩咐过 在他出来之前 所有人不可轻举妄动 难道就这么眼睁睁地 在这儿等着呀 那你还能干吗呀 那里面乌漆麻黑的 人还没进去 魂就已经上天了 你还有脸在这儿说风凉话 要不是你 在万眼阁就抓住那个雨泽了 我哥还用得着身陷险境吗 那你能怪我吗 谁让你一开始的时候 就没有说清楚 再说了 是个女人 看见自己丈夫 把其他女人的衣服 都会生气啊 喂 谁是你丈夫 有你这样的姑娘家 迟早都是 你趁早死了这条心 我是不可能娶你的 那咱俩走着瞧呗 拿下你 不成问题 娘 你在哪里呀 娘 你在哪里呀 娘 娘 你在哪里呀 娘 你在哪里呀 殿下 你在干嘛 干嘛脱衣服 我不能脱 我们还没园房呢 难不成 你想在这儿园房 疼 疼 谢谢 你是因为我才受伤的 可惜让雨泽给跑了 唐离守在外面 她逃不出去的 你先好好休息 我去看看 还有没有别的出口 那你自己小心 我去看看 殿下 殿下 我的包 我的包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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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りゃ 好 Man 有acity 也还好 咱封 臣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陛下 你醒了 请非 陛下 你放心 顾不了多久 你身体就会好了 韩太医到 给清妃娘娘请安 韩太医免礼 陛下 今日的状况怎么样 陛下服过药以后 已经略有好转了 臣又重新给陛下开了一副药 但服下以后会更加好转的 那太医快请 李总管 这是我为陛下开的药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记得把鱼戴上 你 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方法应该差不多吧 肯定好吃 韩家没有人管你吗 我娘在我很小的时候就不在身边了 我爹也对我不闻不问 之前我脸上收了毒疮 徐夫人也不让韩府的人跟我太亲近 你不恨她 我爹都对我不闻不问 他也没有什么义务对我好呀 你这个人 想得倒是挺通透 人生不就是这样的吗 要是什么事情都斤斤计较 那就不用火了 再说了 我一个人也习惯了 也许我天生没有人缘吧 不管是亲人还是朋友 所以我特别羡慕殿下你 羡慕我 你有一个特别疼爱你的母妃 就连唐离那个炸炸呼呼 把谁都不放在眼里的人 都对你那么敬重 说不定你很有人缘啊 任玉儿 我还是第一次听到 有人这么说 说明我眼光独到呀 对了 那个宁静跟唐离是什么关系啊 宁静是我师父的女儿 我和唐离小的时候 去云空学院求学 那个时候 宁静就喜欢缠着唐离 原来是云空学院的大小姐 看好了 你快尝尝 我不饿 你先吃吧 我 你宁静 我去福利 你来吧 我去福利 你去福利 我去福利 福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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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什么曲子呀 这么厉害啊 这是我爹教我的镇魂调 专制蛇虫鼠蚁用的 真的假的 假的 我爹教你 七少 是毒瘟谷方姓 是玉泽 他好像出什么事了 终于抓到你了 说 我哥他们在哪儿 有本事你们自己下去找 说不定早就被毒瘟猛兽吞吃了呢 嘴硬个救不了你 西风 先带他回去 是 师兄 七少 我看那个王妃甚是眼熟 她是不是 已经来过我们谷里的毒丫头 原来是她 一扯上她准没什么好事 当初我要杀了她 你们不同意 现在好了吧 我看 毒瘟谷里的毒瘟杖 肯定也是被那个秦王妃破的 不然那个秦王 怎么可能逃得出毒瘟谷 七少 难道你还在讲那个毒丫头 这么些年 雨泽对你忠贞不二 你如何能负她 你当我不想救雨泽 那我去把那个秦王妃劫出来 用她换雨泽 注意 别耍小孩子脾气 秦王府安慰无数防守严命 再说了 你有这样的功夫 何必劫秦王妃 那怎么办 难道我们就不管雨泽了吗 七少 我们身上可是背负了大忌的 相像过失的娘娘 白素 你先带几个手下 去探探消息 但你一定要记住 千万不能让任何人 知道我们的行踪 现在秦王怀疑的 还只是太子和国舅 但我担心 万一让他觉察出问题 他转移了目光 到时候 我们会暴露身份的 七少放心 七少 那我呢 你要帮我倒杯茶就好了 你怎么办 毒性精传 味道独特 这是你自己提炼的 是啊 烤焦 你咬断了 你还笑话我 娘娘 为什么不让奴婢 把天徽帝并非的消息送出去 只要我们把消息送出去 到时天宁大乱 我们就有机会了 因为天徽帝 根本没有得天花 太后娘娘驾到 微臣参见太后娘娘 爱情平身 陛下现在怎么样了 陛下已经完全痊愈了 下去吧 是 母后 躺着吧 虽然水痘不是什么大病 但还是要注意休息 清妃那边 可有什么行动吗 林嬷嬷虽哀家去祈福 但是却并没有离开半步 看来 朕这次心思没有白费 清妃是真心代表西秋 与天宁求和的 陛下 朕就真的这么开心吗 朕也不能一直冷落她 事实证明她没有问题 朕当然可以放下心来 毕竟 毕竟以致放着朕边缘 是一件很累的事情 可是 陛下还是不能大意 虽然这次 溺出水痘事发突然 你也利用此事 试探了清妃 但 还是要长期地观察 朕知道 朕知道 韩从安号称神医 怎么会连天花这样的病症 都会诊错 如果他是故意的呢 怎么可能 我看到了药方 里面竟然有石醋 石醋 是和治疗天花的药材 相克的 他不可能不知道这一点 所以 我推断 天徽帝根本没有得天花 而只是 换了水灯 如果这件事是真的 韩从安 为什么要这样做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一定是天徽帝受益他这么做的 天徽帝为什么要这样做 天徽帝定是怀疑我前来和亲 另有目的 如果今日我们把消息送出去了 那就中了天徽帝的计了 这也只是公主的猜测而已 万一天徽帝真的得了天花 我们岂不是错失良机 即使是猜测 我们也不能冒这个险 想想当初我们的艰难 若是没有必胜的把握 万不可走错一步 顾太医 我们王妃从杜蚊谷回来后 就一直昏秘不醒 可能是中毒了 顾太医 请 殿下 顾太医到了 参见殿下 有劳顾太医了 我 我是 韩从安 韩太医派来的 没想到是她 她竟是秦王妃 我家娘娘可有大碍 无妨 殿下 王妃娘娘只是旧伤未愈 又受了点风寒 再加上近几日过于劳累 所以才会昏迷不醒 待会儿微臣开两幅方子 待娘娘服下之后便可痊愈 如果没有别的事 那下官先行告退 顾太医 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Советы 橇行 protective team 这时费 occurs 再紧 黑帏 对 疯得 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